哎呀 我刚才拿到了 我刚才拿到了 走 我妈在后面 你走 你走了就别再回来了 阿姨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对婷婷的 妈 我结婚的时候 你一定要来 走 婷婷 马上到家了 现在先委屈你一下 等我以后赚了大钱 给你买大房子 这样你就可以不用工作了 我养你啊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怎样都行 年轻的时候 不顾父母的反对 离家两千公里 嫁给了这个一穷二白的男人 可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 我一定会听妈妈的话 老公回来了 忙了一天累了吧 正好 我切了水果 快吃点 我没胃口 你自己吃吧 我回房间了 还有 没什么事 不要随便进来 老公 我妈生命住院了 我想回去照顾他几天 我能不能回他家 你回家干嘛 鸡票两千多 看病不花钱啊 你当我钱大风刮来的吗 可是 可是什么 我饿了赶紧做饭去 赶紧去呀 我现在早就说过他那嘴脸了 我现在一看见他就反问 你知道吧 你说我当时怎么那么傻 跟他死呗 黎鼠牙 你怎么一声不跟就进来了 喂 我先不跟你说了 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吗 既然都被你发现了 那我没必要瞒着你 那 那你以前跟我说的话 都 都不做数了吗 都是假的吗 谁都年轻过 你要觉得我变了 你可以跟我离婚啊 不过我可告诉你 我要是离了婚 随便找一个都比你好看 比你漂亮 你看看你黄脸回一个 除了我谁还要你啊 这一刻我才明白 图什么都别图他对你好 当他对你不好的时候 你就什么都没有 从那以后 我开始努力工作 过得越来越充实 也变得越来越独立 也意识到了 我们女人 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别忘了投资自己 又回来这么晚 心里还有这个家吗 我回来拿点东西 拿完就走 站住 是我现在对你不够好吗 我每天努力工作 供你吃供你住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看你现在这样子 还有点妻子的样子吗 妻子 让我告诉你什么是妻子 我二十多岁背井离乡 跟你来到你的城市 我每天像一个保姆一样 照顾你的饮食起居 我背着父母 在这我没有朋友 我只有你 怪我 是我看错了人 是我看错了人 但是你别忘了 是你告诉我 我不用工作 你会养我 天天 原谅我 我以后真的一定会改 相信我 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 好不好 相信我 算了 以前我没有得到的 以后我也不想要 我们就这样 你是绑架的人 你放了我的魂 我已经到公司楼下了 我看一下 我这包不见了 等一下我找下 哎呀 这放哪 喂你好 喂 那个你好 我是早上坐你车的那个 早上 哎呀 就是打扮的可漂亮 穿粉色裙卷那个 漂亮小姑娘 哦 有什么事吗 哎呦 是这样子的 你看 你能帮我看一下 你的后车座 有没有一个棕色的 LV的包包啊 哦 有啊 那太好了 哎呀 师傅 我跟你讲呀 我那个包里面 有两万块钱现金 还有一个精神的大项链 还有一个房产证 还有一个文件 那个文件呀 太重要了 我今天要签合同的呀 哎呀 那你赶紧给我送了 好吧啊 呀 要不然这样吧 我给你发个定位 你自己过来取吧 啥意思啊 你不过来 哎呀 我给你钱 行了吧 我这儿离你得五十多公里呢 你听不到人话吗 我给你钱 你过来就行了吗 我差这几个钱 行行 那我不接单了 我给你送过来 哎你搞快点 唉呀 就是跟你说的话 北京的要体 我着急用呢 心 我天哪 你又乌龟吗 开这么慢 我下车 我这毕竟零几五十多公里 你还没给钱呢 给钱 给你什么钱 不是说好了吗 我给你送过来 你给我五十块钱 给钱 我给你个大手霸 你怎么还打人呢 打你 我打你都算亲的了 你知不知道 你天哪耽误我多少事 这个文件夹 有我今天要签的合同 你要是敢把它耽误了 你看十倍的车 你都给你 你怎么说啊 你这咋还亲自下来了 顾总 对吧顾总 这个呢是我们公司新的合作方 赵总 这个人的道德和平性 我刚才已经出份领教过了 像这种人 我们公司以后 永不合作 我合作 喂你没有搞错啊 你不和我合作 那是你的本事 我告诉你 这些产品啊 你给你卖不出去 如果卖得出去的话 我就在这里啊 生自己一百个耳光 然后转转转的给你道歉 知不知止 不是你说了算 家人们 刚才这一幕 你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女人 嚣张跋扈 道德败坏 我选择和她终止合作 我相信 我这么做 大家一定会支持我的 你说对吧